有智者说过这样一句话,人自律的程度,往往决定人生的高度,尤其是当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之后,更要做到自律,因为五十岁是我们人生下半场的黄金起点。 生活中,很多方面都要去做好规划,不能太随性了,要重视身体的保养,要开始规划自己的家庭财物,要去思考自己的养老问题,自律力里写道,高级优质的生活,来源于一个人内心的自律,以及对生活本身极大的热爱。 唯有严格自律,才能让生活自由自在,这是公认的道理。 那么,如何才能严格自律呢? 建议大家,学一学三个汉字的故事,从古人造字的智慧里,找到答案。 灵妖,经,坚持不变。 古人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,穿上了衣服。 刚开始,人们穿野兽的皮,巨大的树叶等。 经过若干年的研究,人们发明了纺织技术,还有了织布机。 把丝线放在纺织机上,就能做出布皮,加工布皮,就变成了衣服。 纺织机上,有密密麻麻的纵线,一开始就固定好了,并且在纺织的过程中,不会动弹,这就是经。 说文有言,经,知也。 经典,经常等词语,都说明了经的不变性。 古人云,恒久之之道,不堪之红教也。 悟透了经的道理,你就会知道,自律的人,就是把好的习惯,日积月累地坚持下来,变成终生的习惯。 坚持锻炼身体,渐健康康地活着,比什么都好。 同时,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,对饮食有研究,能够克制大吃大喝,酗酒等恶习。 坚持读书,一辈子都能提升自己。 当你老了,还能精神绝朔,就是智慧带来的气质。 更重要的是,读书多了,人就青春永驻,跟得上时代发展。 坚持积极向上的工作,若干年之后,就会得到提拔加薪,并且有可能当单位的一把手,成为某个方面的行家里手。 坚持爱自己的家庭,就没有不美好的。 所有的幸福,都会因为家庭和睦而产生。 因为爱家,所以包容家人,放弃了对家人的偏见,并且有了孝顺父母,教育孩子的好家风。 坚持自己的理想,人生就不会被人左右。 世界纷纷扰扰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。 其实,你自己选择的路,才是适合自己的。 别人说的,只是别人的想法,是一种干扰。 自己选择的路,跪着也要走完。 这就是自律的征兆,也是人生走向成功的方法。 02,为事实改变。 纺织机上,有纵线,围巾。 对应的,有横线,围围。 围线在经线上来回穿梭,就形成了布皮。 看看我们身上的衣服,就能明白。 说文有言,为知横思也。 庄子说,是为萧儿识者。 古代,很多人依靠织布谋生。 然后又衍生了编制草席,窗帘,竹框等工作。 都体现了横线围着纵线传的特点。 当我们选择了要坚持的习惯,目标, 然后针对习惯做出一些小调整, 坚持就有意义了,也更容易一些了。 春秋时期,鲁国人写了一本叫《春秋的书》。 书里的内容很深奥,也不好理解。 左丘明读了《春秋之后》, 对书里的句子和典故进行了解释, 形成了左传一书。 也就是说,左传是围着春秋运动的, 从而让春秋发扬光大。 在学习的过程中, 我们常常会在文章的旁边写下注解。 这就是伪的体现。 除了学习,理想,家庭,婚姻,教育, 养老等都要有尾。 有一个叫海因里希, 施里曼的小伙子, 看了《河马诗篇》, 就萌发了考古, 发掘特洛伊古城的理想。 但是他身无分文, 要考古,无疑是做梦。 把理想藏起来, 然后去做生意, 还学会了多种国家的语言。 挖到了一桶金之后, 他马上投资考古试验, 发现了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的宝藏。 普松林从小读书, 但是多次科考都没有起色。 在三四十岁的时候, 他转型发展, 收集民间故事, 写成了聊斋志义, 读书的梦想, 通过另外的形式展示给世人。 坚持一件事, 不等于一根筋。 要适时调整, 甚至放弃, 重新出发。 迂回前进, 是常有的事情。 就是锻炼身体这样的习惯, 也要看天气, 不能野蛮地走进雪地里, 对着雾霾前行。 需要选择合适的天气和时间段, 城市格局改变之后, 还要调整锻炼的路段。 适时变化, 促成不变的习惯, 也是自律。 03, 亦, 不变应万变。 亦, 日月也, 上日, 下月。 太阳去了西边, 月亮就升起来了, 如此交替出现。 根据这样的一种意思, 我们又发明了交易, 贸易等词语。 为了赚钱, 我们去市场做交易, 用多余的物品, 换取需要的物品, 或者用钱去购买别人的东西。 还有人认为, 义是指变色龙, 西义。 有人把西义送给秦始皇, 于是西义变成了看守皇宫的士兵, 盗贼害怕西义, 于是皇宫就安宁了。 人们把西义称为守官, 有句话说得好, 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。 能够坚持自律的人, 在生活中, 找到了变、不变之间的拐点和平衡点, 从而形成了有惊无宠过一生的大智慧。 大个比方, 三国时, 诸葛亮带着蜀军去攻打曹魏, 司马懿为大将, 带着卫军, 坚守不出。 诸葛亮派人去卫军门前谩骂, 还送了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, 但是司马懿不为所动。 最后, 诸葛亮过世, 蜀军不战而退。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, 但是人生可以窥然不动, 心态可以自在安然。 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做, 但是达到了无为而至的效果。 坚守本性, 不忘初衷, 从一而终的爱, 不管多大的风雨都不怕, 这就是自律的高级境界。 零四, 到了如今这个年纪, 我们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, 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关键转折点。 在这个年纪,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, 面临着中年危机, 有些人到了这个岁数, 可能要面临失业和再就业的问题, 压力重重。 当一个人身处逆境, 遇到了各种难题和困惑, 这时候切勿急躁, 而是要用心去感悟。 雾透了, 往往就在一瞬间, 就可以豁然开朗, 这是一种生命中最佳的状态。 其实, 当你雾透了, 你会发现所谓的困难都是暂时的, 只要我们积极地去面对, 一定能够熬过去了, 天不会塌下来的, 明天的太阳照常会升起, 生活依旧会有很多的美好, 值得我们去享受。 弘义法师说, 必有荣, 得乃大, 必有忍, 是乃己。 自律的人生, 就是变来变去的世界里, 拥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任性, 就是在稳如泰山的人生里, 有横看成岭, 侧成风的智慧。 每一天都是新的, 也是承接过去的一天。 坚持大的方向, 调整生活的节奏, 慢慢转弯, 前面就有曙光。 余生, 每一刻都积攒起来, 就是充实有意义的一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